我们看这个连极与交集 就是说我们来谈一下这个集合的运算 什么叫两个集合的连极 两个集合连极是这样子 就是说 我有两个集合 它的连极的话是什么 是把所有在A或B里面的所有的元素 通通把它集合起来 所形成的集合 也就是说比如说 那用文式图的话 代表就是代表这种图 就是把什么呢 把A跟B里面所有的元素 通通拿出来 组成一个集合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A的话 比如说是等于 1,2,3,4好了 那B的话是等于 3,4,5,6 那么这个A连B 它就是把什么 把A跟B所有的元素 都把它收集起来 形成一个集合 就是1,2,3,4 那再来是5,6 那你如果把这个3,4再写一遍的话 还是什么呢 还是3,4 那就是说把所有的元素呢 通通通把它拿出来 把它给拿出来以后 形成一个集合 这个我们叫做连结 什么叫交集呢 交集就是说 A交B 就是说把A跟B 所有共同有的那些元素 拿出来 形成集合 我们叫做A交B 就是在这个例子里面 A就是3跟4 所以如果用文字的图来代表的话 就这种图 这种图的话 以这个当例子的话 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里是1,2 1跟2 这个的话 3跟4是共同的部分 这是5,6 就是说A连B 是1,2,3,4,5,6 所有的 就是说在A或是B里面的 只要在A或B里面的所有元素 通通把它收集起来 形成个集合 这就要连结 交集就是把共有的部分 在这里就3跟4 拿出来形成集合 我们就这样来交集